Hello 歡迎大家來到 全新的節目 關於大學的Q&A 我就會請來讀不同科 或者可能不同背景的人 來做這個清談節目 即是晚吹 小麻版的晚吹 那我們今集看什麼呢 就是這個 雙科幻的Q&A 是不是很緊張? 好耶 今集就請來 渣蝦小姐 Hello 大家好 開做第一個嘉賓 對啊 我是不是要做明星嗎 開始了 這段影片的你可能想讀Business 或者讀Cone You的 A&F 那些什麼什麼 那我們就有這個 你現在在讀什麼 請問 副讀書 我讀A&F 即是Account和Fi 我之前也有想過 選擇類似A&F 但當時我是完全分不懂 A&F A&F 還有BBA 因為FB是有很多很多科 大概說一下 那其實E&F和A&F 都好像個名字一樣 有個就是讀Econ 有一個就是讀Account為主 BBA是什麼呢? 那什麼A&F呢? 其實是BBA裡面的一種 有很多不同major Marketing Wealth Management Wealth Management 就是讀Finance 那些 那我這種就是Accounting的major 對 其實BBA的話 就是你可以選擇那堆major 這些是所謂的 雙科的平民科 那有一堆是雙科的神科 那些IBGM 就是Cone You的G bus BBA Law Double Degree 那些也比較厲害 我們這次就集中說 平民科那些 那些 收身要求是怎樣 很久之前的事要 我自己就20宗那些分 但我現在是 對 現在就要跟最新的網 來看 對 其實你之前 其實你不是入A&F 你是入A&F 對 因為Econ的東西 大學和中學 真的兩個世界 雖然我中學沒有讀Econ 所以很多人就讀5點 轉去A&F 但是可以說轉就轉 通常過了三個都一定會轉 讀Business 多數的Assignment 有些東西是什麼 多數讀Business 這些都會有Excel 因為我知道SoulSat那些 有些都是寫文 不是啊 都是要 對 我們都要Excel 然後比較多Group Project 還有功課 調拖 那些 那是搶不搶 那個work load 會不會說很多事情要做 我覺得 我覺得都不知道 當然是這樣讀書的方便 其實都很輕鬆 那你們是不是 需要一個人 比較Sociable 或者外向一點 才會更適合 可能是 因為你讀Business 如果你的人是主動一點的 有優勢 因為那些老闆 都喜歡說多些話 那些 就是我之前想著有雙科的時候 我最後為什麼沒有選擇呢 就是因為我問 然後那些人說 讀Business的話 一定要個人比較Presentable 要外向一點 所以就說我呢 完全不適合 我覺得特別是上班 因為說真的 你上班主動一點的那些人 都一定有優勢的 但可能未必 那些人本身是這樣的 就是你去那個環境之後 都可以 但如果有些人辦不到的 那可能就辛苦一點了 對 那些人很喜歡 同一時間回幾個研究 對 但你們也是 我原來讀Business 就是會回一間大的 集中回那間 那你在說那些人是哪些人 如果我們讀所有的 多數都是會回一些start up 或者回NGO 然後就會覺得 名字不是很夠 哦 就是要回很多 對 就是同一時間回的 很多人是同一時間回幾份 但之後我就想 其實好像不需要 回那麼多分 但很多人都會回很多分 那入大那些當然好 入不了大那些 就要回幾份 所以 對 對 除了性格 有沒有說中學讀什麼科 例如你本身沒有讀Econ 但是讀E&F 所以就會比較辛苦 但有沒有說讀了Econ 就真的會簡單 我覺得也不會 就是可能你basic的東西會知道 就是可能你會知道 哪一條是怎樣的 就是你有讀的 我記得 我那陣子 我教了很久都記不到 哪一條是怎樣的 我現在都忘記了 最basic的東西你會懂 但是其實讀下去 好像東西都不是很痛 有個一字頭的course 有些人說很難grade 就是有些人說 你中學沒有讀Econ 反而會好一點 因為好像同學一樣 所以我也覺得 不會說很大幫助 不過我自己就讀bafs 讀account 就是一字頭的時候就輕鬆 但是之後 都是差不多 就是越來越大的 都是重新學 就算沒有讀Econ 但是大學想入Econ 或者沒有讀account 但我想入也是OK的 也會跟到 是 那有沒有說 數學比較厲害的 真的會有著數 也有的 因為我們如果讀finance 那些 那些要計算很多數 然後我數學很厲害 我讀得很深 以business來說 是認識人 好過認識字 是啊 其實真的 我有個朋友 他的GP是很低的 但是因為他認識人 最後也能入到很大的 那些bam 但如果沒有關係 那些就真的自己努力讀書 會不會是 就是con you 會認識人 幫助 可能有些 住一些傳統 那些 然後 因為他們的connection 是很大 很圓的 那可能有些 那些 那些 他可能可以contact到他 那他就會有幫助 所以都是認識人 好過識字 con you的support 是 合不OK的 沒有特別尊嚴 他有提供什麼support 我們faculty有得exchange intern的那些 他就會有個job board 那裏 逐漸看 出路了 之後我們就去 你是讀account的嘛 其實 但是你不是做account的嘛 是 你是可以做其他很多 通常是分哪幾類範疇 怎麼說呢 因為讀完這些東西 好像跟沒有讀 就是不同的專科 所以其實很多出路 可能我又可以做銀行 越厲害的那些 就去做 iBank 對 iBank 做很多 例如有些是marketing 的 那些PR 那些 就算是ANF 都不一定做account 是啊 因為現在 沒有人想做會計師 因為呢 有些人回那些 big four的那些 對 很辛苦 對 很辛苦 對 他們什麼 頭過一兩年 是做成就夠 每天都凌晨 三點才放工 那些PC什麼 但是很少人工 所以現在都會避免做 但有些人可能真的想做 對 但你剛剛說 因為這個是 不是很專業 對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 就算是想投身這個 金融學業 這樣 其實都不用 到business都可以 其實真的不用 就好像我現在 就在做銀行的intern 但我那裡也有很多 不是到business的人 我正正啊 然後有些讀journal 是神 然後有個讀law 這樣 除非你真的做好專業的 例如你iBank那些 那你當然要認識一點 你說大陸一點的那些 其實都不用 就是萬一真的進不了 可以majure make business的東西 對 可以讀其他科都可以繼續做 之後我們講一下 關於business的傳聞 是 第一個傳聞呢 就搞笑一點的 就是說呢 你們的old cam是去酒店的 是啊 那時候old cam會很貴的 有沒有2000 我真的忘記了 那old cam就是這個特別 其他東西都是跟普通的 真的都是玩的 對 第二個傳聞呢 就是有時候會聽到別人說的 或者其他you的人 就說 call you business的人 是特別假的 我覺得是看人 真的 還有 可能不是假不假的 而是可能個人圓滑一點 但是可能不都是對不同的人 但是有沒有那些 就是多不多人 是你會感覺上 是好像 因為有著數 或者有利益 才跟你做朋友 其實好像真的有的 就是我有聽我的朋友說 就說 就是他們認識有些人 是見你讀書不聰明 就不會 我見其他you的人 就是不只是call you 對 但是你讀書聰明 就黏著你 但是其實我覺得 都不關什麼you的 對 是到處都有 對 是人的問題 對 還有就是 是不是讀雙方 是特別多 帥仔 帥女 除了你之外 不是的 我覺得那些人 是會打扮一點 就是 就是沒那麼頹 對 就是認真 我覺得這個faculty的人 是多些帥仔 帥女 這個我覺得 那個 就是那些人是會打扮 就是如果說 對這個faculty的人 一些impression 通常是 有一點 就是真的social一點 對 就是提得起 那你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是 你讀business 一些很有趣 死了 是沒有的 因為我見有些人 例如有些人讀數字 就會覺得 很有趣 就是看到這個社會 大網那些都是計數 或者有些人可能 intern是會做marketing 或者PR 可能會有一些有趣 但是你做的 有沒有什麼特別有趣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ok 是沒有 那你最差 或者最不開心的東西 就是關於讀這一波 是 找intern 是啊 對 這個是最辛苦 因為身邊各人都在暈 通常那些大公司 是要 就是9月已經開始報 甚至更厲害 例如iBank 那些是現在7月已經開始報 所以你想一下我現在7月的summer 正在上一份工作 原來我已經要開始apply for下年的summer 不斷找 然後如果一直沒有offer 又會很害怕 那些 因為每個人都會做intern 那你不做就很舒適 我有些朋友是year one 計算好自己的條路 對 要搶自己一點 不然就很舒適 對 那你覺得跟你預期之中 有沒有說很大落差 其實我讀書的時候不太大落差 可能是上班那些 也很難 還有那些intern 你報的時候他超煩 超多個stage 對 我也看到過 其中一個stage叫app test 在做閱讀理解 超短時間做超多數 還有一些看圖形那些 好像IQ 對 很多個stage 其實很煩 對 很辛苦 那你是不是有interview 以前是有兩輪 我知道 放磅之後再加 放磅之後已經沒有interview 因為我也有放 不是有放A3 你是之前 不是我是之後 我也沒有interview 對 但可能今年也有 但我之前是有報UST的business 那裡就有interview 都是那些自我介紹 是groupinterview 給個scenario 可能他說 現在有個很麻煩的客人 那你怎麼搞定他 類似group discussion 那你有沒有什麼說話 可以聽眾多的觀眾說 就是可能你未來的私底妹 都可以慢慢探索 但是呢 GP也不要低得太離譜了 是起碼保持住3以上 因為很多大公司 screening是有requirements 是一定要你3.3以上 厲害的那些firm 就3.5以上才可以報 這個room真的玩到完全不讀書的 那你之後會追得超辛苦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清談節目呢 就完畢了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 有什麼其他課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盡量呢 就幫大家找一些人 一起解答 一些問題 好耶 然後請問你 我們在點雲 你很心裡 你 那我 請你 吃